蘇貞昌的齁 你記錯吧 蘇貞昌 周旭元主任 那誰取債的速度最快 就看他的斜率對不對 這裡有一段減少對不對 因為新北市升格多了蠻多的 中央的統籌款收入嘛 然後呢 他取債的速度很快很多對不對 這速度蠻快的對不對 如果更快就說什麼 一飛沖田 他也相距不遠 這大概45度的成長率對不對 但是這個比例不太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一年以上增加比較快還是一年以下 一年以上增加速度沒那麼快對不對 比較平坦 一年以下增加速度很快對不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樣可以聽 這個是他財務裡面最不好的一個現象就是 他的短債增加快速 因為他的收支結構適合他靠融資 但是他不靠長債他靠短債 短債增加比長債來得快 所以新北市只好發行一年以內到期的私庫券 他不是發行長期公債 公債就是說一年以上我們叫公債 短期的市政府叫做私庫券 國庫叫國庫券 他就發行私庫券 他就發行私庫券 然後他未滿一點的債務 佔他的比重剛剛有看到的 26.6%接著30% 其實他這個短債比例呢 是這些破秒之外的 縣市政府裡面最高的 他是地方政府當中短債比重最高的 如果他會積極改善 短債持續增加 幾年內他就會破公債法的上限 在財務裡面最糟的就是這個 他叫做短債持續增加 用短期的資金 再指引長期的支出 就dismatch嘛 這個是個財務裡面不好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短債長債化 什麼意思叫短債長債化 因為我一年以下的短期債務 本來是為了讓你調度支出 用的 所以到年底你就要把它還掉 但是到年底你沒辦法 一年以下的債務還掉 因為他只是一個 財務調度的融資工具 你沒辦法幫他還掉 所以呢 你雖然打的是一年以下的合約 但實際上到期的時候 你不要還 你知道繼續舉行還就 就變成 明義上升短債對不對 實際上 就是常債 但是呢 他一年都要打一次元 如果你到時候 債性不好 你這個新打的合約 要不就利率變高 要不就會發生 像洗腦腦瘡 人家不給你舉行還就 你會有問題的 政府的債務就是這種狀況 包括陰影上 陰影下都是這樣 他變成說 我可能定四年的月 五年一月 時間到了 我沒有錢 把債務就還掉 我就舉行還就 皆比新的錢還還就的錢 債務就繼續滾 繼續滾 那希臘會發生問題就是說 我去借的利率已經很高了 給人家不可以借我那麼多錢 那我的舉行還就 就 出問題了 我現在有 100億的債務到期了 可是我在發行 100億的公債 市場上要求我 20%的利息 所以我只借到80億 我就沒辦法 要100億 到期的債務 我舉行還就出問題了 西北市如果短債繼續這樣的話 發生問題 然後 台北市有台北市的狀況嗎 這你們有興趣聽嗎 那誰可以請問一下嗎 來來 那個 短債 借短債跟借長債 它的那個 進程程度 一樣是嗎 嗯 差一點點 但是差不多了 那 你剛剛聽到說為什麼 借 為什麼要借長債 因為要借短債 我是用 直接借長債的意思是什麼 好 短債跟長債 現在的 資金成本差不多 他們其實現在利率都很高 大概0.8左右 你看 新北市發行事故券 的利率 據說8到0.6 5到0.8 但是那是一些公補行庫 把它買長 所以利率比較低 那 長債跟短債 如果你是合理的 利息水準的話 應該長債 它的時間比較長 你加上那個 撲險的Premium 撲險應該是架的 一個RiskPremium 應該高一點點 但是因為現在銀行的資金太腐爛了 所以長債跟短債給的利率超不了太多 超不了太多 然後為什麼它會移動資產 我想最大問題是講 因為你想 預算是不是 一年的時候先不變了 對不對 那我如果編一個 舉債支出 長天期的債務 那預算書裡面有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去 取這個錢 來做回要的建設 就一場一支場 一場自己的債務 來支應 一場一場自己的債務 這沒有問題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一些日常的調度支出 我不可能舉債的支出 對不對 它不是一個公共建設的支出嗎 那我現在 稅收沒有進來 那我需要舉債一些支應的話 我怎麼辦 只要用短期的債務來調度融通它 這個意思 所以會發生這種狀況 那所以 這樣的支出 通常都是 什麼樣 因為它不是 大型公共建設 所以說 是 新北市在這段期間 它有大量的這樣的支出 那 有這種需求 那這樣是什麼樣的支出 會突然變成 可以比一比去支應 可以比一比抓出來 對是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有個最大原因就是 新北市升格當直轄市 它的財政支出 擴張得很厲害 包括公務員的預算 公務員的人士 會變高了 但是公務員的預算 在我們預算法裡面 是不能 借錢來支應的 但是日常調度 剛剛都不會有這個需要 所以我們短債來弄它 這是一種可能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 大水池的概念 所有的收入都進來這裡 所有的支出都這樣出去 所以你要說它支出 對應收入很對的起來 但是整體來講就是說 它升格了財政的需求扣張 但它收入呢 有些收入沒有實現這樣 你想像一個大水庫理會就是說 我去銀行借錢還買房子 那每個月呢我都要捐 我都要支出房貸的錢 但是我日常的開銷 又不夠了 那我只好再去用先銀卡借錢 那先銀卡借的錢呢 現在去吃東西吃飯 日常支出 可是要繳房貸的時候 我沒辦法繳房貸 因為我可能我的月行還沒進來 所以我就先用 先銀卡借的錢先銀卡 就出現這種狀況了 所以一短之長在財務上 不好的狀況就是這樣 因為你短期的債務 跟長期的支出 直接你不平衡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來看一下台北市的狀況 因為台北市是 沒有一年以下的短期債務 因為他通常都是 用了就還掉了 我現在可能短期內 需要短期的調度資金 那我用了 但是我現在又有另外一筆收入 明明是把短期收入 明明是稅收入的收入進來 我就把短期債務還掉了 一年以下的債務本來就是這樣用的 他是一個buffer 有一個緩衝 所以台北市的短期債務沒有 他這個都是一年以上的債務 那這裡算 哪一年來 喔這裡算好往命的 可以嗎 喔對嗎齁 那這裡算8190 那這裡算哪邊的 誰的任內增加債務最快 這一段齁 而且我跟妳講齁 這裡還有一段是什麼 他有一些不算在裡面齁 因為他這個是一年以下 實際發生的被治療 現在會不會 台北市不是欠建保費 我們忘記是香港會不會要去買東西 然後健保局 啊你上禮拜沒有認出 就太可惜了 台北市應該欠健保費 所以健保局呢 就去嘲諷台北市的土地 有去齁 他有幫總事對不對 然後他就查諾他一些土地 那本來台北市要把那些土地拿出來賣 那被健保局查諷都不能賣對不對 他就跟健保局溝通說 那可不可以把一些我 我會把你的土地拿來給你查諷 你把那塊地碗給我放掉手 如果你是健保局一定要嗎 看看他給一所土地對不對 他就給一些學校 那到時候他債務後 我又不能法拍學校對不對 那是公用的財產 不是非公用可以清場 所以健保局就不願意 喔很好玩喔 然後後來呢 因為他的財務狀況還不錯 就債務就慢慢下降一些 為什麼債務狀況還不錯 講給你的聽聞你就知道 這是台北市自由財源的比例 所謂自由財源就是我的 包括通酬款的收入 再加上自由財源之後 佔稅數的比例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看出這個 照年份的擺管有什麼問題 舉個例子給你喔 2007年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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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年 95年 96年 他的自由財源佔稅數 比重數破壞之外 什麼意思 他的自首財源原來佔稅數 是70左右對不對 但是加了中央給你的 總酬款之後 比你的稅數還多對不對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對吧 我講快一點喔 說你們是民黨 有沒有 民黨只剩的人是笨蛋 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 這錢給他太多了 對不對 他生吃之外還可以曬乾 有沒有 對不對 怎麼會那麼好笑 但是沒辦法 這不是民黨本 因為統酬款是 按照公司去設算的 台北市那的人口 他的營業的 營收的狀況 營業事業的營收的總比 就是比其他地方多 所以給他的統酬款就多了 所以造成他的 統酬款加上他自己 爭取的自首財源佔稅數還多 所以他當然這些錢 可以就是什麼樣 還掉他的債務 再加上他有一些稅數 名義上是要付件寶貝 但是呢他不付 但是稅叫做稅數保留數碼 會變成保留在那邊不付 在預算客戶上他有稅數 所以呢實際上呢 他就剩很多錢可以去還債 你知道台北市的財政真的好 就是討在這裡 那你看台北市一年給中央做標多少錢 我們剛剛講400多元對不對 是同格款而已 其實從99年之後 中央還給他一筆中央補助 155B 他另外還有一個差短補助 還有保障財源補助 還有平衡預算跟交款補助 你光看這個平衡預算交款補助 百萬千萬一十一十幾億 三十五一三十五一三十五一 什麼叫交款中央補助你知道嗎 好 因為 台北市不乖乖去繳健保費 對不對 他靠腳 然後他不去繳18% 優惠存款差了那個補貼 因為台北市的公務人員 他的優惠存款有18% 那台北市這種要去補貼 他跟市場利率打斷差了 差了 那現在市場利率一年定存才1.30%吧 那1.30%到18%之間 那個就要市場利率去給他贏這筆錢吧 他贏才有辦法給你 退休的人存18% 那都可以你這邊優惠情況 但是台北市就不付 台北就限電了嘛 那這筆錢台北市都不繳 他也不是辦法對不對 中央政府就編著一筆錢 平衡預算跟交款補助 如果你預算平衡 你有乖乖交換 那我就給你錢 這個父母很好 就是說繳學費補助嘛 那你如果每個月都不要透支 那父母還給你一個平衡預算的補助 你這麼好的父母對不對 就是這樣 一年給他35億 那加重這些 你看一年大概480幾億 是這樣來的 包括中央給他長州垮 中央給他100千算補助垮等等 那為什麼有一個這個減少的專案補助 這個也很有趣 155億怎麼來的 這個當年我們在財政部開會有的影響很深 這你們有興趣聽嗎 當年沒有補助嘛 所以往左換這塊大 43%分給北高粱直銷 另外的縣市分39% 然後台北縣升格到準直銷市對不對 那我們在財政部開會有的主張說 照財政收支化分法 它不是縣 它不能分這35% 請他去直銷市這一群分 那財政部就說 那原來新北市 台北縣在這裡分到的總多款 也是幾百億吧 帶到這裡一起分好不好 印象很深刻 某一刻有四的財政局長 就講成台中四的 他就先帶頭 我們是有默契的 他就打地 他就開放 我們再跟著開放 他就講說 人總的錢留下來 台北縣去這裡跟北高分 但是原來台北縣分 讓我們其他縣去瓜分 這樣也不錯嘛對不對 蠻好的 但是苦了就苦了北高 那北高本來有個分 43%分得好好的 現在多了一個台北縣來分 那什麼版 就分得變少了吧 所以莊政部就另外給他一個專案補助 所以台北縣他 1151 好這個1151就是這樣來的 我說換專案補助 就這樣來 以後桃園也會 以後桃園會是這樣 現在已經把它定下來了 現在已經被罵人走了 錢留下來了 現在變成桃園 在今年的12月25日 升合到直轄市的時候 這個比例會在下降 這個比例會在上升 桃園把他這裡分到 拿來315分 好這個是統統分配水管 分配辦法裡面的規定 所以你們發現其實分錢的東西 就是這個現實的 就是喊價的 剛剛看前面是在台北市 東武都升合後 我看一下鄉鎮的比例 從12%變成9% 對對對 那等於相對於我們那個財政的 說明看12% 鄉鎮縣市 從12%變成9% 對 那等於對鄉鎮縣市的 可見是局部發展 已經更不均衡了 那為什麼當初會 不是分配縣市 跟分配直轄市去做調整 是連鄉鎮都會把它減少 嗯這個就是本來12%嘛 那他有幾個大鄉鎮啊 三重市啊 板橋市啊 那他就升格了 就變成自駕鎮的區了嘛 所以他就比較少了 那鄉鎮因為他規模小啦 雖然我們有300多個鄉鎮吧 但他因為他承認規模小 所以他大部分是依賴線桶頭款 跟中央這個桶頭款 他一個線的桶頭款還可以給他 所以這分比重就比較低 就是那幾個大個子嘛 你們想像得到的嘛 三重市啊 板橋市啊 心電市啊 這些 因為財政都比較 支出比較大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台中市的狀況就是這樣 號稱五都裡面債務最低 其實台中市呢 有一個